热点话题,新鲜探索,擦亮眼睛,快看天下 根据中国基督教网的数据 中国国内现有约3800万基督徒 而圣职人员仅有约1.4万 专职传道员也只有2.2万 虽然这一数字与国外所统计的数字存在差异 但若按照国外的正常标准 牧师和信徒的比例1比150计算 国内至少需要25.33万传道人 这与现有的人数相比,差异巨大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员缺口 国内神学院的神学教育 似乎满足不了教会目前和将来不断增长的需求 因此,一个有效的缓解方法 就是借助于海外的高等院校 而美国以基督教立国 注重教育及科学研究 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到神学教育 其水准都非常高 因此也成为不少华人海外留学的国家首选 来到了美国,碰到了很多这个教授和学者 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氛围和他们的这种教育理念 我觉得我很好奇 而且也可能是我自己想要找寻的那个方向 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选择Fuller 我来自黑龙江哈尔滨 我在来这块读书之前是在黑龙江神学院教书 在我们学校20周年庆典的时候 我们有幸请到了Dr. Sankwist Dr. Richard Mell和Dr. Peter Lin 来我们学校参加活动 我和他们在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对他们的课题很感兴趣 他们对我也很感兴趣 也大概的了解了一下这个学校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之后在网上也搜索了一些关于这个学校的这个信息 所以我觉得Fuller是一个非常diversity的一个学校 Fuller和中国基督教会是建立了三十几年的友谊 他对中国的三字教会也很了解 尤其是之前的Dr. Richard Mell做了很多的贡献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友谊的延续吧 在美国有许多神学院提供中文授课 方便使用中文的学生学习 对于将来回国服侍也有很好的帮助 然而也有许多学生选择全英语授课的神学院 在我一开始决定的时候 就决定去读一个英文的学校 因为之前所接触到的都是中文的教育 所以我希望看一下西方的教育或者英文世界的教育是怎么样子的 尤其是它的神学教育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英语的基础 我会觉得这是上帝在一直给我去预备这条道路 因为我大学其实学的是理科 英语学了两年之后就不再学了 会专注在我自己的专业上面 但是当我去读道说的时候 我的导师是一位外国人 所以在跟他的这种的接触当中 在跟他的这种合作当中 也不断地去操练我的英文 所以我会觉得上帝他给我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那我会去如何去使用它 另外一个我会觉得 单纯的在一个的环境当中 可能人都会产生一定的厌倦 不是说我产生了这种厌倦 我去选择另一个环境 而是说我希望能够看到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然后我去作为两个世界都待过的一个人 如何去把它融合起来 这是我最初的一个想法 当然另外一个在专业上面就是 也想看一下西方的神学教育是如何的开始的 包括这些的神学家 因为从英文的著作翻译成中文 它实际上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是我们跟不上 就是不能去及时了解 他们最新的进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我选择到一个英文的学校读书 这两年正值全球新冠疫情大爆发 美国更一度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对于这些在美国求学的神学生来说 所面对的挑战自然比以往更加严峻 在这个pandemic期间 我们发现很多的教学方式改变了 我们的schedule时间 这个课程的时间也改变了 所以怎么能更好的就是突破自我 不是别人催促你在做什么事情 或推着你做什么事情 而你是有意识的在去做 我需要在这个时间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对我来说 一个很大的挑战吧 可能印象当中应该是最深的就是 坚持锻炼 如何可以坚持锻炼 就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调节自我 完了又可以去坚持 因为你一天都要在家待着 在那个时候你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出门 你一旦不出门 你可能一天就在这个屋子里待着 所以寻找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我觉得可能是现在 就是对我一个最大的一个改变 赋美学习神学 除了能够得到属灵的装备之外 还能体验与国内截然不同的校园生活 那美国的校园生活又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 我会很喜欢这边的多样性 就是因为福乐它是一个跨文化 还有跨宗派的一个地方 那它跟我之前所接触的环境 会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你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你所面对的文化是多样性的 你所面对的宗派也是多样性的 所以对我而言 它是一个不断地去打开我视野的一个地方 也是让我不断地去打破我的局限 盲点 还有偏见的一个地方 所以这是跟在国内会很不一样的一个情况 因为国内我们会去讲 它是一个后宗派的时期 也不会去面对这么多的宗派的人士 那在南京的时候实际上会有 比如说耶稣家庭的啦 比如说安息日会的这个室友 但是它还是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一个环境当中 但是富乐这边不只是中派不一样 还有就是国家 不同国家背后的文化也不一样 持有F1留学签证的学生 在美国完成学业 并符合相关条件 即可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 简称OPT 申请成功后 便可合法在美国 从事与自己专业相关的实习工作 并领取薪水 而这对神学院的学生也不例外 神学院的学生在毕业后 也能有机会在美国的教会或基督教机构实习 我在富乐读的是宣教学硕士 那我们一般毕业了可以去一些宣教机构 包括美国人的机构 还有华人的机构 有一些媒体机构 有一些不一样的宣教机构 性质也很多 选择也挺多的 然后呢当然结合我自己的 过去在原来的读神学院之前 还是读过一个音乐的专业在美国 所以呢那像我的情况也可以去教会 比如说在美国人的教会里 也可以提供一些music pastor 或者worship pastor 音乐牧师这样的职位 当然在华人教会里 会比较少这样的岗位 那像我个人自己现在 是在一个华人的进行会教会里面 当一个普通的牧师 那我的头衔是worship coordinator 就是敬拜的牧师 或敬拜的协调者 而如何选择实习的教会或机构 杨敏同学也提供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首先我想在OPT之前 你在读书的时候 需要一个稳定的教会 我想很多同学他会留在 工作的时候会留在 那个原来一直在的这个教会 因为在美国我们知道 每个大陆出来的 也是有很多不一样的 北方南方 我们的信仰背景都是很不一样 所以是教会和找工作的时候 跟你之间是需要一个 长时间的去熟悉 去了解你的信仰背景 了解你的属灵状况 了解你的神学理念 服侍理念 很多的搭配的 所以如果你能够在同学 在学习的学校的时候 就已经在稳定在一个教会里服侍 也希望能够以后 在持续毕业之后在这里服侍 那我想这是一个最好不过的方式 那当然之后有些同学也是通过 马上要面临实习找工作来 投简历的方式来找到的 那这个就是需要你去祷告 然后求神来为你预备 最合适你的地方 不可否认 不少留学生在毕业后 都会努力争取留在当地服侍 但来自山东的江晓文同学 仍始终坚持自己出国前 所定下的目标 回国服侍 我会回去到我家乡的神学院 去继续教书 但是同时我也希望能够去 有幕会的经验 因为我会发现 学界的确是在这边 他的研究 的确是很创新 也很前沿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们离时间太远了 但是我一直认为是神学是 一定是来源于教会 也服务于教会的 所以我不希望我的教书 是离我的教会的时间是很远的 我希望两者能够配搭起来 另外一个就是 与学生的这种的交往当中 你会更能够发现自己缺乏的 就是如何去作为一个真诚的师者 从学生的学生那里去学习到 他们在思考在关注的事情 我很喜欢向彪他讲的一句话 他说只有在内部的人 他才能够提出一针见血的解决之道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所以不是说学习了这么多 我就可以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角度 去提出解决之道 而是如何去鼓励那些在内部的人 去思考 去写作 然后把他们的声音发出来 很可能我好像就做一个记录者 观察者 记录者 对 这样的一个角色 但是我觉得这才是一个真诚的学者吧 可能不会去那么有成就 但是我会觉得这是我喜欢的 当然 还要看上帝的旨意如何 实际上 在为国留学的神学生 学成之后是否回国服侍 心中的挣扎可能比一般的留学生要大 因为怕不回去 会被认为是爱世界 其实 无论在国内或是国外 都是只有神最清楚谁爱他 谁在真诚服侍他 所以 最要紧的是去明白神的旨意 或去或留 都由神来做决定 正如 我愿走主之路这首圣诗 歌词写道 苦乐不敢自责 若能也不愿做 恳求我的父上帝代选 便得走路不错 是的 我们人一生的道路 都需要天父来为我们选择 我们只要顺从 必得他的眷佑